观看新天气了 这泰利台风持续的朝中国前进 对我们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但有可能转变为中台 那非常外围的这些云系 就会影响到台湾下起了大雨 来看到雨区预报图 其实今天南部地区早上雨就下得蛮大的 那事实上呢 今天在中午过后 午后热对流加乘之下 还有外围云系 所以各地的山区还有东南部地区 还有整个南部包含了平地 雨都会下得比较明显 入夜之后呢 水气才会慢慢地缓了下来 那条提醒的就是高温的部分啦 全台湾有11个县市 亮起了橙色跟黄色的灯号 都有机会标出了36度以上高温 这是最新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了 是4个星期的地方 8个星期的地方 5个星期的地方 3个星期的地方 3个星期的地方 在那里有10个星期的地方 倒出我的星期的地方 被试出到了